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雷师傅说之改装车库 上一期呢我们拍了斯明升级过后的FDR 有网友就在后台跟我说 他是一个老GDM粉丝 想让我们再帮他找一找 有没有非常经典的GDM车型 那我就给你们找到了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斯巴鲁一包 这辆车呢其实它和三菱的EVO 是一生的宿敌 这两个的较量呢 从WRC的这个塞车场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一直到现在啊 EVO停产了 这个车呢其实它也不会再进入国内了 但是呢这两款车一直在国内GDM粉丝心中 有着一定的分量 所以呢这辆斯巴鲁的一包 它在国内GDM这个圈里嘛 也算是比较有分量车型 所以呢今天就以我对这辆车的理解 然后跟大家聊一聊 这辆车都升级了什么东西 然后看起来它到底是怎么样 首先呢我们来说动力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斯巴鲁的一包进国内之后 它有两个版本啊 一个是2.0T发动机 一个是2.5T啊 这两个都是水平值 然后这辆车呢搭载的是 2.0T的那台发动机 但是呢车主对发动机进行了强化 然后扩缸 发动机马力呢是400多匹 然后700多牛米 这个数字其实对于它来说 算是一个比较猛的数据吧 其实这辆车就像我之前所说啊 我个人对它的感觉啊 对它的理解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 半赛化的产品 其实它的任务啊 就是去跑比赛 跑拉力 那作为一辆家伦车来说呢 它其实根本就不合适啊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玩这个车的人 要么就是小年轻 要么就是70后80后 这种有一定情怀的人 然后家里不止一个车 它只是一个玩具而已 好了 聊完了这些呢 再给你们聊一聊它的外观吧 其实这辆车 我觉得它的外观 非常的不GDM 为什么不GDM呢 因为在我的认知 就是我认为啊 就是所有的GDM车型 其实你的升级改装件 必须要是那种日系品牌啊 这辆车才够GDM 但是呢 这辆车呢 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轮毂轮胎 以及避震刹车可以看到 轮毂是BBS 然后刹车呢是不安某 所以我们从这些改装升级的套件 也能看出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车主的钱包还是比较富裕的 车主的这辆车呢 换了4条CAPTO的轮胎 这条轮胎呢 是有赛道配方的 所以也可以看出来车主 对这辆车的喜爱啊 那整个外观 其实要说的地方就是这些 然后其他方面就是一些细节 比如说前脸的斯巴鲁的标 和STI的那些标识 基本上都是粉色啊 特别粉嫩 然后前后轮媒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有挡力板 然后来印证这辆车 是一辆拉力车的身份啊 现在我们坐进车内 跟大家聊聊这个车车内 其实说这种老车呀 很多人就会觉得啊 这种老车的中控啊 非常的廉价 非常的像武林红光的内饰啊 非常粗糙 当我坐进来之后 其实它整个内饰 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赶紧 也可以看出来车主 是一个比较爱车的人 其实整个车的这种强化身级 可以套用一句电影台词来说啊 就是大尾翼 合间轮圈赛车方向盘 全车防滚架 这才是一辆GDM该有的态度 然后车主还有一点小心思啊 就是他在这里放了一个 类似于磁带的东西啊 这个东西在你点火之后 可以给你提供一定仪式感的东西啊 具体是什么样的声音 一会儿我们点火给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 之前跟你们说 这辆一爆它不适合家用 它为什么不适合家用啊 现在就来告诉你们 有两点啊 第一点就是 它整个车很短啊 因为为了操控 然后尽管它整个座椅 是非常柔软 非常舒适的 但是 你坐下来之后 你看我这个空间啊 基本上就是很局促啊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车的车身高度 车主降低了 所以如果你在后面坐两个人的情况下 过一些烂路 它的轮煤会蹭到这个轮胎啊 所以这辆车理想状态下是坐两个人 但是对于车手来说 这辆车其实坐一个人就够了 好了 现在我先给你们通过电 看一下仪式感啊 你们听一下仪式感的声音 非常的GDM 非常有仪式感的声音 据车主说呢 它现在这辆车的这个四驱系统呢 是有一点点问题 然后还没有解决完 所以这辆车是一个偏后驱的车型啊 最大马力 就是430多匹的最大马力 在5000转才会有 所以呢 这辆车是一个偏向高转速的车型啊 那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现在就只是说 对它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感受 然后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感受就好了 好 现在我们走 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声音啊 也是非常的浑厚啊 在出发前呢 再给你们聊一个细节 就是这辆车 因为它是一个拉力属性的车型 所以它的中控上面会有三连表啊 这三连表分别是 涡轮表 机油压力表和水温表啊 这也是一个 性能车该有的态度 但是坐上来之后的第一感觉 我觉得就是它前面的那个进气口啊 有点挡事先 当然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吧 对于它 对于这辆车的车主来说 他觉得非常有战斗法 好 现在我们就出发 这个车我看上第一下啊 也熄火了 是因为它的离合器和油门的那个接触点 不是很明显 所以如果说你的离合器抬快了 它车会抖 就会出现很早期 双离合变得像那种感觉啊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其实这个车 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好开啊 当然三档之后的换档啊 就非常的轻松了 就是你起步的那一下 真的 它的这个离击离合真的不好踩啊 兄弟们 所以我劝那些想换离击离合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在类似于重庆地区 或者云桂川种地区啊 为了保护你们的左脚 我建议你们还是不要去换离击离合 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重啊 整个车我在山路里面开起来的感觉 我现在是三档啊 然后我也不挂档 我就以三档慢慢的走 因为方向盘 它已经换了很小尺寸的 这种赛车方向盘 所以整个车你开起来 你会觉得非常的小小 车身跟随性也非常的好 整个方向盘非常的灵动 然后整个给你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就非常的轻巧 不像说你拿了一辆这种 看上去很迟钝的车型一样 底盘方面 这辆车换了KW的避震 整个车给我的感觉 并没有那种很深硬的感觉 反而是那种很柔软 然后过弯呢 又很有支撑性的这种感觉 好了真的 就是也可能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EVOL 但是我之前开过EVOL 但是它没有这么难开 但是这辆就是进行了一系列强化升级的这个车 为什么我这次就开着这么难开呢 不是很了解你们GDM粉丝对车辆的这种性能的追求 反而就是以我当前啊 以我当前来开这辆车的感觉 我觉得这辆车就是如果说你的诉求是代步啊 你想买一个很有代表的车型来代步开 那么我绝对不会建议你来买这辆一爆啊 这辆车尤其是手动网的车型尤其还是这种换了禁忌离合的车型 这个起步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崩溃啊 如果你们想买一辆GDM车型来代步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们去选思域啊 或者说是其他的别的一些车型 那如果你们想要一个有情怀好玩 然后升级潜力比较强的车型 那么这辆一爆可能会很适合你 但问题是你能不能驾驭它 我现在就会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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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会发现了